但是在庭审现场 与朱斌所说的刘晓云是精神病患者不同 张山的律师辩称 刘晓云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们在接触11月初的时候接触 他跟我们亲自说了 他前一天晚上给他吃了药 他看出他有点不得劲 但是在案堂上他又全部翻过 他说没有吃药 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妈吃什么药 就作为一个儿子 对他妈患什么病 吃什么药 什么都不知道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护人进到了监护责任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 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他是有精神病史的话 就涉及到他的家属的一个监护责任 那如果他有监护责任的话 那么他在这个事件当中 就要承担一定的监护赔偿责任 如果他不是精神病患者 那么不存在监护人的职责的问题 那流行箱的家属 他就只需要在遗产范围内 去承担他相应的责任 就不存在监护责任